胡人队禁忌后赛的关键点来了 五连硬仗将两战国王队 但农眉哥却已连输小萨八字 在主场战胜雷霆队后 胡人队取得34胜29负 再次反超勇士队排在西部第九 胡人队将连续迎来五场硬仗 对手分别是国王队、熊鹿队、森林狼队、国王队和勇士队 两战西部第六的国王队非常关键 要知道胡人队目前仅落后他们1.5个胜场 胡人队如果能两胜国王队 他们禁忌后赛的希望将大幅增加 也能甩开身后勇士队的穷追不舍 不仅如此 目前西部第五的太阳队也才领先国王队0.5个胜场 但他们赛季后半段的赛场联盟最难 加上核心球员有健康问题 不排除名次会下降 不过农眉哥生涯至今面对国王队的小萨伯尼斯 难求一胜 战绩零胜八负 两人上一次交手在去年11月 当时农眉哥仅得到9分9篮板4盖帽 而小萨砍下29分16篮板7助攻的大号两双 不知农眉哥能否在接下来这两次交手时找回场子 帮助胡人队大幅提升禁忌后赛的几率